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现了台日双方高效的协同作战能力和深厚的情感连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进程 特别是这对西方企业的影响 中国并没有透露出任何重大市场改革的迹象 这让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感到失望与迷茫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承诺会支持商业环境 但实际情况却让外企物理看花 秦刚没有死 彭丽媛未入局 习近平未中风 这些谣言也在三中全会结束后被一一击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在最近的国际聚会上 中国总理李强的一番发言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这迫使习近平主席在本周的重要经济规划会议上 不得不进行应对 会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向全球经济提供一个明晰的解释 并对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进行诊断和提出政策处方 习近平在会议上试图通过强调中国经济的韧性 和未来的改革方向来缓解外界的担忧 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明镜电视 台湾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如果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只有37.5%的台湾民众认为 美国会在中国攻打台湾时出兵协助 而46.2%的人则认为 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可能性会减少 这一民调结果反映了台湾民众 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尽管美国在过去一直是台湾安全的重要保障 但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 增加台湾在面对中国威胁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今日华尔街 在第三次全会后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对于西方企业来说 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承诺会支持商业环境 但西方企业仍在等待更明确的改革细节 德英商会都对缺乏具体经济刺激措施表示失望 指出当前政策更倾向于延续过去的做法 外企对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壁垒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依然有诸多疑问 导致投资计划可能继续搁置 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28.2% 这反映了外企的观望态度 中国政府表示将努力稳定外贸和外资 采取国际标准进一步开放市场 包括减少制造业的外资限制和扩展开放产业目录 BBC News中文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BBC专访时表示 即使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他也愿意与任何美国执政者合作 泽连斯基坦言 与特朗普的团队打交大可能会是艰难的工作 但他们并不害怕这种挑战 外界担忧特朗普上台后 乌克兰可能不会获得同样的支持 尤其是因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万斯 曾公开表示他不在乎乌克兰会发生什么 泽连斯基的这番话显示出 他对未来可能变化的美乌关系保持乐观态度 明镜想点就点节目中 主持人探讨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访问华盛顿前面临的巨大压力 内塔尼亚胡被多方要求达成停火协议 包括全球领袖 以色列各地的抗议者以及人职家属 然而内塔尼亚胡并不给予妥协 他认为对哈马斯施加更多军事压力 能为谈判带来更大的筹码 反对派领袖亚伊尔拉皮德 而强烈要求内塔尼亚胡取消国会演讲 除非他能宣布达成协议 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也在积极谈判 希望能达成一项停止战斗 并释放被劫持人质的框架协议 在这样的压力锅中 内塔尼亚胡能否找到出路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亚洲台的亚洲变化节目中 报道了台日海巡船 在1972年断交后 首次共同进行海上训练 这是一个震撼亚洲的重大事件 这次历史性的合作发生在日本千叶县防总半岛以南海域 旨在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日益频繁的海上活动 演习包括搜索失踪渔船和救援火灾货轮的高强度科目 展现了台日双方高效的协同作战能力和深厚的情感连结 这次演习不仅提升了技术水平 更象征着台日关系的新突破 标志着两国在安全合作上的心理成碑 明镜电视的报道揭示了中国三中全会后的谣言与真相 首先 关于秦刚的死亡 彭丽媛入局 习近平中风等传言军被正视为谣言 无任何事实依据 三中全会公报引发了广泛讨论 有人认为这些公报是空话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大戏的纲要 习近平明确表示 中国不会走西式民主的道路 这引发了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激烈辩论 专家们讨论了中国是否会因此崩溃成几块 还是会找到自己的独特发展路径 新洲网报道了微软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故障 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 上海康莱德酒店因微软操作系统故障 导致入住和退房受到影响 酒店发布紧急通知 并联系总部以解决问题 这一故障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许多上班族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蓝屏经历 并戏称感谢微软提前放假 这一事件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潮 也让人们反思科技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深远影响 今日华尔街深入解析了三中全会公报中的经济政策变化 与以往不同 今年的公报删除了市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措辞 改为更好利用市场的作用 这一变化引发了市场和投资者的担忧 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意味着 中国在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政策方向的根本改变 而是对市场化承诺的修正 公报还提出了2035年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 但未透露具体细节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中国将如何在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成为未来的关键问题 明镜火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话题 特朗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 再次角逐白宫大位 这位前总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强调他的成就和未来计划 并承诺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 然而 他的再次参选也引发了广泛的反对意见 许多人担心他会进一步分裂美国 支持者们在大会上欢呼雀跃 期待特朗普能够再次带来变革 而反对者则在场外怒吼抗议 担心他的政策会加剧社会的撕裂 这场政治风暴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东方日报 信义能源03868 预期截至2024年6月30日 只6个月纯利按年减少25至35% 而去年同期录得纯利5.67亿港元 今年上半年纯利金额有所减少奶因 中国若干省份因电网销纳量限制上网销售电力产生的收益 减少及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只年度及于2024年上半年完成收购新太阳能发电厂项目后 折旧费用增加 此外 人民币对港元的汇率益 对今年上半年的纯利金额产生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 公司仍在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 以应对市场变化和挑战 东方日报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周四 18日公布与野门有关的反恐制裁措施 针对与支持野门叛军青年运动的伊朗人 贾马尔、萨埃蒂·艾尔·扎茂 有联系的个人和实体 包括一名中国人 美国财政部表示 今次制裁涉及十多名个人和船只 包括在印尼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民爱哈迈德 Mohammed·Raslan bin Ahmad 和在华中国公民装良 Wang Liang-In Yi 他们为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 并为贾马尔的网络进行洗钱活动 被制裁者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权益军被封锁 并需向OFAC报告 当局禁止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进行与被制裁者有关的交易 除非获得豁免 否则可能面临执法行动 美方强调 致力阻止青年运动的庞大网络 为其破坏地区稳定活动提供资金来源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8日闭幕 发布的公报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方向 然而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份公报内容空泛 未能具体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 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时代的结束 评论指出公报中缺乏具体应对措施 使得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进一步削弱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中央社报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 台湾学者在一场座谈会上分析了公报内容 指出中国未来将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以应对科技与供应链脱钩问题 政大国关中新主任蔻建文主持了这场座谈会 学者们一致认为 中国将通过强化科技政策和安全措施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制生产力的发展策略 刘孟俊特别提到 目前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包括房地产债务风险和科技脱钩 因此未来的科技政策将更加注重安全与科技的结合 并且加大研发力度 扣建文则强调科技创新在美中冷战背景下的重要性 中共将集中资源在AI、量子技术和自驾车等领域 以抢占发展先机 新洲网报道 香港女星林夏威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正在拍摄新剧《大生意人》的中国男星陈小病 未因婚变传闻而感到不开心 陈小辈报向妻子陈妍希提出离婚并离家 但她依然在恒电拍戏与林夏威合作 林夏威表示 两人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 毕业后首次合作 私下关系很好 她提到 虽然有传闻称陈小婚姻破裂 但在拍戏过程中她表现得很平静 两人主要聊的是工作内容 而不是个人问题 林夏威的回应 让外界对陈小的现状有了更多了解 也让观众对他们的合作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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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Feel the heartbeat in the trunk